夜深人静的太平间里 空无一人的走廊 阵阵的高跟鞋的声音 一场突如其来的抱负 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 你都要明白 不是不报 是时候 喂刀 郑阳已经无处可逃了 在这座城市当中 已经没有他的藏身之地了 他变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警察在抓他 所有的黑道人员都在抓他 导致他现在只能藏在墙角里面 不敢露头 只要一露头 必定会遇到警察和那黑洞洞的枪口 以及黑帮成员那寒光闪闪的砍刀 这不怪别人 都怪他自己 郑阳是一个小流氓 他没有工作 整天无所事事的 靠着坑蒙拐骗来过着日子 这天夜里 郑阳吃饱喝足了之后 就在大街上溜达 可是猛然之间 他看到自己身前出现了一个 穿着打扮十千妖艳的女人 在这个女人前凸后翘 穿着暴露 十分的撩人 更重要的是 这个女人喷着一种特有的香水 这种香水的味道随风扩散 传到了郑阳鼻子里边 让他那心里边产生了一种 莫名其妙的躁动 郑阳流着口水 向那个女人走过去 他走过那个女人身边的时候 一把捂住了那女人的嘴 防止那个女人呼叫出来 然后他就将那女人 拖到了胡同里边 想要做一些苟且之事 这女人挣扎的很厉害 郑阳害怕被别人发现 他左手死死的捂住了那人的嘴巴 右手掐住了那女人的脖子 就这样 几分钟之后 这女人停止了挣扎 也停止了呼吸 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郑阳知道自己杀了人了 这心里边非常的紧张 他本想将这个女人的尸体 扔进盒里的 可是他没有想到 他刚刚走出小胡同 就看着一群拿着砍刀的人 向小胡同走过来 吓得郑阳撒腿就跑 他跑到了一个自己伙伴的家里 那个伙伴告诉他 他杀死的那女人正是这一片黑帮老大的妹妹 如果他不逃的话 不但警察会抓的 这一片的黑恶势力也不会放过他的 在这个城市里边 这黑白两道势力都在通缉着郑阳 吓得他有些魂飞魄散了 不过这个郑阳的这个朋友呢 对他还是很不错的 给他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这整个城市当中 唯一没有探查的地方 那就是医院之中的太平间了 大家都知道 这太平间里边 那是存放死人尸体的呀 是一个非常不祥的地方 这没有人会想到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 会藏到这太平间里吧 只要郑阳躲过了这几天 这风头一过 他再找个机会 逃开这个城市 那就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郑阳听从了这个朋友的建议 在这个朋友的帮助之下 他悄悄的躲到了一家医院的太平间里 到了太平间之后 郑阳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里边阴冷阴冷的 让他觉得有些害怕 他心中已经打起了退堂鼓了 不想隐藏着这么恐怖的太平间里 可是现在整个城市 这黑白两道都在找他 他已经无处可逃了呀 如果走出这个太平间 他面临的僵尸被杀 为了活命 郑阳没有别的选择 他只能待在这个地方 他那朋友呢 将郑阳送到太平间之后 转身就离开了 而此时此刻 这太平间里就只兴下了郑阳一个活人 郑阳为了更好地隐藏自己 将自己拖得赤条条的 像一具尸体一样 躺在了一张床上 然后身上盖了一张白布单 但假扮成尸体 这样呢 就不会有人发现他了 就这样 一个小时之后 太平间的门被推开了 走进来一个推着尸体的人 他应该就是看守着太平间的人了吧 这个人将尸体放到了太平间之后 就转身离开了 并没有探查太平间的情况 也没有清点尸体的数目 更不知道太平间里边已经仅藏了这样一个活人 没有被发现郑阳感觉到非常高兴 他异常的兴奋 认为自己在这里边躲藏着 一定不会发生任何的意外 只要躲过了这几天 他就可以天高任鸟飞了 此刻的太平间里边静得异常 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说实话 他自己心中还是有些害怕的 毕竟这太平间 这个地方那是死人汇聚之地啊 有着那个诸多的那些恐怖的传说 而就在这个时候 郑阳仿佛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 那脚步声从走廊里边过来 有远一进 嘎嗒嘎嗒的 就像是高跟鞋发出的那种声音一样 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 郑阳心里边就紧张起来了 他不知道这个声音是活人发出来的 还是他们死人发出来的 可是对于此 对他来说 无论这个声音是活人发出来的 还是死人发出来的 对他都有着一定的威胁 他有些紧张的从床上坐了起来 走到地上 趴着门缝小心地看着 他想要看一看走廊里边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女人 如果真的有的话 他就尽量地躲起来 可是当他的目光 落到走廊的那一刹那 吓得他脸都绿了 心里边听到的那个 咔哒咔哒的高跟鞋正在继续着 而走廊上 却是一个人都没有 郑阳心里边害怕极了 他知道这个声音 绝对不是活人发出来的 应该是鬼发出来的 郑阳此时一直地流着汗 他不断地往后退着 用一个白色的床单 把自己的身子给包了起来 瑟瑟发抖地蹲到墙角 咔哒 郑阳蒙着身上的床单 被人拉了起来 而且太平间的灯光 全部都打开了 他的身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女人 当郑阳把目光放到这女人脸上的时候 他大声地惊叫起来 因为这个女人 正是他杀死的那个女人 郑阳现在害怕极了 他知道这个女人肯定是来找他报仇来了 他闭上眼睛跪在地上 不断地向这个女人磕着头 嘴里边不断地起头着 希望这个女人放过他 可是这女人并没有放过他 郑阳感觉到自己的身子不听使唤了 然后莫名其妙地站起来 向窗口走了过去 咔嚓的一声 郑阳的手臂向着窗子打了过去 窗子上的玻璃 被郑阳一拳给砸碎了 郑阳的右手不听使唤地拿起了一块玻璃 对着自己的身上一下一下地滑着 他看到自己被那玻璃滑得血肉模糊 然后一块又一块的肉被割下来 他这心中十分害怕 他知道自己活不过今天晚上 虽然他已经意识到了 今天可能即将死去 可他当他看到自己手中的那块玻璃 正对着自己的喉咙滑过去的时候 他依然是发出了一声尖叫声 当这声尖叫声过后 这个太平间里又多了这样一具尸体 少了一个活人 这个光是迫不得了 哪里有什么事 还有某个女生 这种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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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